阿拉斯加雪橇犬 宠物百科 一个喜欢动物的人必须关注的频道 欢迎订阅 留言 点赞 阿拉斯加体型较大 毛发蓬松 外形俊朗优美 有狼一样冷俊的外表 但是内心却非常友善 常被人们跟哈士奇混腰 它的体型比哈士奇大点 毛发也比哈士奇长 依据AKC的描述 阿拉斯加雪橇犬应具备的黄金体型为 熊犬尖高25英寸 63.5厘米 体重85磅 39千克 雌犬尖高23英寸 58.4厘米 体重75磅 34千克 一般雄性阿拉斯加雪橇犬尖 高在22英寸 55.9厘米 至27英寸 68.6厘米 雌性成犬 高在21英寸 53.3厘米 至25英寸 63.5厘米 都是可接受的 偶尔可见 体重超过120磅 54千克的雄性个体 也有特地选育身体规格 特别巨大犬肢的繁育者 将这些被选育出来的大体态种群 称作巨型阿拉斯加雪橇犬 Giant melamute 尽管AKC和FCI都未对阿拉斯加雪橇犬的体型规格上限 做出具体规定 但由于对骨骼及身体发育方面的不利影响 这种个体对于唇种阿拉斯加雪橇犬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也不被AKC的唇种犬标准所接受 阿拉斯加雪橇犬头部宽且深 不显得粗糙或笨拙 与身体的比例恰当 表情柔和 充满有爱 眼睛在头部的位置略斜 眼睛的颜色为褐色 杏仁状 中等大小 眼睛的颜色越深越好 蓝色的眼睛属于诗格 耳朵的大小适中 但与头部相比显得略小一些 耳朵为三角形 耳尖稍圆 阿拉斯加雪橇全耳朵分得很开 位于脑袋外侧靠后的位置 与外眼角成一直线 当耳朵竖着的时候 就像是站在脑袋上一样 树立的耳朵也许略向前倾 但当狗在工作时 有时耳朵也会折向脑袋 耳朵位置过高属于缺陷 阿拉斯加雪橇全两耳间的脑袋宽 且略略隆起 从头顶向眼睛的方向渐渐变窄 变平 靠近面颊的部分变得比较平坦 两眼间有轻微的皱纹 阿拉斯加雪橇全脑袋的轮廓线和口吻的轮廓线像 两条略向下折的 连在一起的直线 与脑袋相比 口吻显得长而大 宽度和深度是从与脑袋结合的位置 向鼻径的方向逐渐变小 阿拉斯加雪橇全除了红色背毛的狗以外 其他颜色的狗都应该是黑色的鼻径、眼圈和嘴唇 红色背毛的狗允许是褐色的鼻径、眼圈和嘴唇 带有浅色条纹的雪鼻都是被允许的 嘴唇紧密闭合 上下额宽大 牙齿巨大 咬合为减状咬合 上额突出或下额突出式咬合都属于缺陷 阿拉斯加雪橇犬的背毛 是一种致密的富有极地特征的双层背毛 内层为丰厚的绒毛 外层为质地较硬的针状毛 总体上与哈士奇的背毛类似 但在某种程度上比哈士奇的背毛略显得粗糙 Harsher 外层针状毛不能过长 也不能质地柔软 出现这种情况都被视为缺陷 背毛常见的颜色是白色与烟灰色 黑色 紫雕色 红色 沙色等颜色的组合 白色以外的颜色无论深浅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面部的毛色花纹 往往呈现十字带两点白色眉毛或全白色 以及所有介于二者间的外观 阿拉斯加雪橇犬的背毛颜色 与哈士奇的背毛颜色无实质差异 在一些地区的一些繁育者所特别选育的巨型种群中 亦出现与极地特征不尽相符的偏长的背毛 长毛个体不被AKC和FCI所接受 不符合唇种犬标准 也无法参赛 但在一些地区 长毛个体的外观也受到一些伺主的喜爱 由于长毛个体的毛质与正常被毛个体的毛质相比 有较大劣化 伴随着骨关节遗传病问题突出 唇中犬的繁育协会 并不鼓励长毛个体进行繁殖 颈部结实 略呈弧形 胸部相当发达 身躯结构简洁 但不属于短小型 后背很直 略向臀部倾斜 腰部硬实 且肌肉发达 腰部太长会削弱整个后背 属于缺陷 尾巴的位置在脊柱的末端 当它们不工作的时候 尾巴会翻卷在背后 它们的尾巴不会紧紧地卷在后背上 尾巴上的毛也不是短短的像刷子 阿拉斯加雪橇犬的尾巴上长着软毛 看起来像波浪状羽毛 肩膀适度倾斜 前肢骨骼粗壮且肌肉发达 从前面观察 从肩部到腕部都很直 从侧面观察 腕部短而结实 略有倾斜 足爪属于雪斜型的 紧且深 配合合适的脚垫 显得稳固 简洁 足爪大 足指紧且掠拱 足指尖长有保护性的毛发 脚垫厚实 坚韧 指甲短而结实 后腿宽 而且整个大腿肌肉非常发达 后膝关节适度倾斜 肥结适度倾斜 且适当向下 从背后观察 不论是站立时还是行走中 后腿都与相应的前腿处于同一直线 既不分得太开 也不靠得太近 后腿上的狼爪是不需要的 当幼犬出生后 就需要将狼爪切除 当它们蜷缩在雪地里的时候 尾巴能保持其温暖 它们把尾巴包围在鼻子和脸部周围 这样有助于抵抗如暴风雪 这样的恶劣天气 阿拉斯加的寿命不算很长 可以活11年到12年左右 它活的时间长短 与生活环境饮食 以及每天的运动量 都有密切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阿拉斯加雪橇犬 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阿拉斯加早年是当作工作犬来使用的 现已进入很多家庭 之后会渐渐地习惯家庭饲养 服从家里其他人的指挥命令 阿拉斯加雪橇犬的废教指数 相对哈士奇来说会更高一些 阿拉斯加雪橇犬忠实 能力强 是优秀的警备犬和工作犬 也是富有感情的家庭犬 并且酷爱户外运动 少年时期逐渐开始需要很大的运动量 阿拉斯加雪橇犬是十分愿意与人亲近的犬种 经常听到有人把它形容为大泰迪雄 所以他们的主人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让他们融入你的家庭 要比把他们关在门外要好得多 你眼前的这个大块头还极端的聪明 他甚至可以听得懂你在私底下议论他的话 所以有时候他会十分的固执 孤单的时候会感到无聊 也正因为他们的固执 接受训练的过程中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尽管阿拉斯加雪橇犬对人很友好 但遇到侵入他领地里 其他的狗还是会表现出他凶猛的一面 家长们最好在他们还小的时候 多带他们出门 多参加狗狗聚会等活动 对狗狗的身心都十分有帮助 对喜欢却不了解阿拉的朋友来说 他们只是块头大而已 对家人来说 却是无可挑剔的玩伴和朋友 阿拉斯加雪橇犬非常友好 属于朋友狗而不是孤僻狗 他是忠诚深情的伙伴 给人的印象是高贵成熟 和所有雪橇犬一样 阿拉斯加雪橇犬保持着对人类的极端友好 一直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雪橇犬 极易亲近人 富有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也和其他雪橇犬一样 阿拉斯加雪橇犬一般被认为 是绝不攻击人类的犬种 倘若你事先惹到他 激怒他 他是会反击的 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社会的发展 羊虫也成了一种时尚 因阿拉斯加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 以及英俊的外表 又能够领会人的语言 表情和各类手势 因此饲养的人越来越多 由于阿拉斯加的肠胃天生就不好 因此在生活上 集饮时尚主人 应需要多加留意 关于阿拉斯加犬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